虽然刚下过雨 芒果园里并不好走 不过受邀来采果的朋友采得很高兴 36年次的庄庆丛 在三年前买下这块一分多的农地 并且在农地上种了芒果、荆棘、金瓜和地瓜叶等多种蔬果 目前是芒果的采收期 它免费提供果园给朋友和社团来采果 做身体健康的 交朋友 差不多都社团 塞煮火和煮仙火 这些人来参观 我们是来交流做朋友 大家有爱心 大家互相来做 关怀这个社会 这树算是希望我们的心不是一树而已 有两树 一个应该一个 大家有爱心 到顶做会 庄庆丛表示 当初他会买下这块地 可以说是五星插柳 因为网路上开心农场游戏很夯 所以来农场采果的朋友都说 这里就是真人版的开心农场 从六月上旬开始 他就开放农场让大家开心采芒果和金瓜 我今年已经第三年来这买山 他自从装山后 开始可以修行的时候 就开放给我们这个 那个塞煮火和煮仙社团 来 高兴这 勉费 买山 大家联誉 交一个朋友 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老板 他很心 这次为了 这个我们张华县脊椎审商协会 买建冠 特别 那个基盤 那个 你10月 10月17日 基盤 你那个 中华馆的 那个体育中 这基盤 那个圆游会 啊 希望大家可以 来共同 参与 庄庆虫 平时除了热心参与 试制会之外 目前担任 集新家园 筹建爱心 园游会的主任委员 他也希望民众 能够热心响应 这项活动 为将划险 1200多位 脊髓损伤的朋友 建设一个新家